一次只能充电10元 小区百姓苦不堪言 他物业费不交 所以呢 我没有给他 车库进出总拥堵 出入问题咋解决 我是说了5年了 可不是说是昨天说的 今天你们解决 整形全体发圈当前使 收拾收拾的时候 你们去干嘛去了 现在一而在 再而在的推托 百姓315 马上为您帮忙围权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百姓315 我是舒凡 一起开始今天的维权 在节目一开始 想要先问问大家伙 您家交电费 都是怎么交的呢 有位业主就说了 小区物业 只让每次交10块钱的电费 真的是太麻烦了 问你是不是只能充10块 是不是 是不是 先不要着急 是不是我就问你是不是 我就是每天都得去充电 每天他自充10块钱的 甜点去充 甜点去充 光是充电的问题 建筑都崩溃了 你知道吗 我想不明白 刘女士 你家是交不起钱呢 还是咋来 为啥一天只充10块钱呢 他不让人充 明天就让人充10块钱的 我也是就说 是这每次只能交10块钱 三热的时候 从10块钱电 你这空调一开开 一会儿都用完了 一用完 这电一停 你人不在家 冰箱里东西 全部都坏了 这有时候 你晚上正用楼点的 后才停了 家里都漆黑一片 那天一扔了 这再要用空调 空调一开开 你不停了才去充电 本期特派员 福岩 他来充飞 我们没有说不给他充 充多少 然后这一次 我们还没给他充了 当然他这边 直接叫你们人过来 并且能充多少 可以充呀 都可以充 你们做的行为 都不成吗 现在是不是只能充10块 到现在媒体过来 你说不是 有视频有周期 你还抵赖什么 你还抵赖 真不要着急 是不是 我就问你是不是 不是 对 那他未来 这会儿只充了10块钱 这我会去调查的 是他只要就充10块吗 你去那调查 给谁调查 去那调查了 对于限制业主用电一事 物业工作人员失口否认 可就在半个小时前 工作人员却有着 另外一番说法 我充500 充充 随费 充500 典费充200 充什么物业 物业费到期了 充不了 充不了是不是 对 但是你解释一下 物业费到期了 充不了是什么原因 是什么意思 他物业费不交 嗯 所以呢 所以我没有给他充 就这么简单 那物业费 交物业费是交物业费 充电是充电 这是两码事 为啥用这个来 限制居民这种电呢 咱有什么权力限制 你有这个权力吗 没有权力 你使用了这个权力 这是谁赋予你的 而且使用了五年 据了解 业主对物业服务 存在诸多不满 现有50%的业主 因此拒绝缴纳物业费 而物业对此进行限制用电 如此双方矛盾升级 你们交物业费是天经地义的 物业功能为你们服务 对吧 如果说他不交物业费 行 我们有法律 我们可以通过法律 诉讼或者是仲宅的方式 来吹缴咱的物业费 但是你采取限电 或者控制水 这些方式的话 就是违法的 你要跟我说法律的话 法律可能我也不太 有很多法律知识 我也不太懂 因为我们不是学法律的 对不对 所有知识 我们在一步一步的进阶 我们所有知识 在一步一步的完善 电和物业费 我也知道是不能捆绑的 我们这边解释 也是有错误的 然后后期我们的错误 也会我们自己去整理的 现在是不是限制 大居民用电了 我们现在没有限制居民用电 你看这铁的事实 正在面前 你们还不承认 那你这样做的行为 是干嘛 咱们物业公司 是为业主服务的 咱这样来管家 对吧 这样来管家 你管大家 你是让大家舒服呢 还是恶心大家呢 你这样说就是黑物业 完全就是欺负业主 控制业主 面对业主们的质疑 物业公司表示 会马上改正 限制业主用电一事 以后我们物业公司 这一块 所以就是说 这一方面的话 我们也会加强一个培训 员工做错的话 然后这边也会跟在业主 就是说来那个什么 来就是说 看以后的就是一个服务嘛 以后业主来充电 或者是买水的时候 还限不限制 我们是不会限制的 不限制 你们都是不会限制的 我们会按最新的 就是物业条件来执行的 我也希望 咱们物业公司 作为一个管家 能够遵守法律 对吧 咱看咱办事 至于这个业主 说的这个物业公司 这个各方面 做了不倒位的地方 下一步 我们也会对物业公司 进行培训 进行培训 然后加大利路 宣传这个物业管理条例 现在充电可以是吧 你充了多少 充500 它是上线 只能充500 是吧 行了500 可以充长时间了 限制居民用电 是违法的物业 可以一定要记清楚 这双方有问题 可以协商 触犯法律 不知道 好 我们来接着往下看吧 依旧是物业和业主的事 这停车位被堵了 刘女士的事 虽然解决了 但是物业公司说 还有很多业主 仍然拒绝缴纳物业费 特派员在走访中发现 这些拒绝缴纳物业费的业主 不缴费的原因 都是一样的 等于你业主出个门 回个家 得经过两道坎 得坎一两回的 这个是咱业主的口 这是富二楼 这是富二楼 这个是商场的口 这是后来开的 从富二楼往上走 这就一个出口 你要经过两道坎 这个是咱们业主的出口 对 然后这个地方是商场的出口 然后一到他收费港 有时候他还坎你 他那边系统有时候坏了 他说你的车收费了的 我听到富二楼 听到我自己家 我怎么会 他在跟你商场这边 我现在明白了 他系统容易出现问题 有时候 本期特派员 图言 商场的这个收费亭 占了我们业主 出入的通道 我们来出都不方便 反应了五年了 物业公司 只是在 只是作为服务 咱也知道是服务行业 在所有的问题 不是说物业公司 这边说解决 就可以解决了 如果我要是这边 今天给你说解决 我今天给你解决了 那都不叫物业公司了 那叫什么 那我是说了五年了 可不是说是昨天说的 今天你没解决 您先问我所有问题 我也不太清楚 如果咱用这种态度 为业主服务了 我觉得业主的怨言 可能会更厉害 但是业主反应这个问题 咱物业公司 有没有去重视 去调查一下 这个问题 到底是出在哪了 有没有想办法去解决 行车出入不方便 尤其是节假日 你在那等半天出不去 排队等着商场 他收费的 我们在富二层 只能等着他排队 收完钱了 我们才跟着能出去 我们反应的就是 让他收费瓶 搬到他商场里边去收费 不要占用我们 出来的通道 就这个车库口 它是这种结构 确实是 然后住宅物业 跟商业物业 沟通很多次 他们周六周日 结假日的时候 他们也在积极地努力 尽量减少干扰 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 像业主说 这个出行比较难的问题 一直在写上 因为它这 你可以去看一下现场 它确实是这样一个结构 有人反应 这小区太乱 它本来它就是开放了商业 下边商业 上边住宅 它就是这样子的 那这个有没有办法解决 我商业是另一家运营公司 我们物业是另一家公司 然后就是沟通过 看看到时候这个收费亭 能不能移动到问题 因为它牵扯到技术问题 位置问题 只是说他们这个 可能不是太合理 可以去协调 咱也没有强制 他也没有强制说 让你必须再搬走 所以这个再给他点时间 但是本着一个原则 就是让业主 能够出行方便的一个原则 因为这个业主 他不可能去 跟这个商场去协商 所以这边还得您费点心 咱这边业主 也理解一下 给沟业公司一点时间 让他去想法 去协调一下 毕竟有很多东西 是不是他们说能控制的 不是说他们说什么 招都怎么招的 所以说这个车库口的问题 就是说 你看我们能不能 就是说我们在 跟商业公司永远一直在沟通 业主反应问题了 咱把这个问题都放在心上 据业主沙先生介绍 由于小区属于商业性质 按照全署划分和管理要求 扶一楼车库属于商场 扶二楼车库属于业主使用 两层车库共用一个出入口 但由于物业和商场管理不当 业主在车辆进出时 非常的不便 技术解决不了 人力来解决的 一到假日 我们安排我们的队员 在这疏导 在那疏导 尽量保证 咱们业主 最大程度保证业主 然后这个畅通 物业经理表示 关于负一层和负二层车库 出入口调整的问题 他们已经在跟商业公司 协调整改方案 行 咱翻篇了 看咱们物业公司以后的表现 当然还有一句话 也看咱们业主以后的表现 你们的支持也是物业公司做好服务的一个保障 明白吗 这是双方的 互利的 四年都没有缺钱物业费 你可以查 为啥不支持了 都是有原因的嘛 是不是 行 早就翻篇了 咱都不要再说了 好吧 物业的工作人员表示 今后会与小区的居民多沟通 积极为业主服务 小区的居民也同意 按时缴纳物业费 您说说 这不是也能解决吗 事情都不难 就看想不想真正的解决了 这道路疏通 需要智慧和责任心 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找房产证 它也需要责任心 虽然刘女士的电费 能够正常缴纳 那为什么刘女士 还是不愿意 补缴物业费呢 我到现在 放山证都没有拿到收 当初开发商 是微托无野 让给爷主 办理这个放山证了 当时所有的微托费 我全部交到无野了 可是一现在应留宴了 放不知道 现在没就给我 我啥没给你 没就给我 我去问他 他们说给我丢了 弄丢你给我 爷主的答复呀 这么大的事 我买这个放 我可以交无野费 所有事 你都不过解决 这个无野费我还交 我交了啥意义 本期特派员 胡言 李永念了 这纪念的 我洗的都 真的都滚回来 没强盖上 我都谁脚都谁不住 地产办完 罚产证之后 会委托物业 然后给业主去发通知 但他这个情况是 中介给他办的 应该中间丢了 他送到物业 我领开以后 我全部送到物业 他交给谁了 这个经过就是开发商 委托给物业 物业委托给中介了 中介来办 办完以后 交给物业 物业来发 咱业主也知道 买个房子 想尽快拿到这个房产证 所以我说的 第三方来办的 这个证办下来之后 当时丢的时候 这个业主应该也去查过了 然后这个本 其实是很好补的 就拿着他们 就是当时银行贷款的 那个条字 然后去 直接去补就行了 当时也跟业主说过 然后我们 我们物业公司 从中也去找过 你知道吧 也去 也去问我 就是说 地产那一块 地产已经撤离了 并且现在 我后续也会再去 给他跟进 需要物业配合 物业积极去配合你 你哪些不懂的 你需要物业 就给你咨询的 他也可以去 给你咨询 刘女士的房本 六年都没有得到补办 真的像物业工作人员 说的那么简单吗 为了帮助刘女士 解决房产证的问题 随后 特派员陪同刘女士 一起来到了 中木县 政务服务办事大厅 历史不正的情况下 必须要先处途律 途完徒律 后期实在 不明天的办 历史不正 也就丢失的是 只要是按程序 是可以补办的是吧 可以可以 应该可以办 只要人家银行 一出售就可以办 行 那这那都行 只要有办法就行 这个你该跑手续 说手续 但是这个物业费量 该是咱进油 咱该交交 如果说他后续 还有什么 再次拿这个来限电 或什么了 如果还需要 我们帮他 还可以跟我们 继续打热线 行行行 好不好 那赶紧设计办理就行 好好好 补办房产证 其实不需要 多大的麻烦 但是这事一等 就是六年的时间 六年呢 孩子出生 都能打酱油了 不着急的背后 它是什么呢 不负责任的 服务人员 要不得 好 我们来继续往下看 处理物业公司 与业主的纠纷 2020年4月 维方电视台媒体报道 维方高新区 英伦花园小区 出现物业限制充电费 2021年1月 芒果包女郎媒体报道 长沙市奥克斯小区 出现物业限制充电费 2021年9月 彭博新闻媒体报道 海口市 一龙明居小区 出现物业限制充电费 业主不交物业费 物业限制充电的事情 在多地经常发生 特派员在走访中也发现了 很多市民觉得 这侵犯了业主的权益 他肯定服务没有到位 我才不教他了 他要是服务到位 我交给他干什么呀 就像我现在老旧小区改造 我每天停电动车的地方 都是烂泥巴 比我住在农村还要 还要脏 还要乱 我觉得不太合理 说说你的理由 他应该与那个 那个业主沟通 沟通好吗 水和那个电 它属于民生基本的生活 对吧 哪怕是我没有物业的 任何一个小区 哪怕我自己盖的房子 没有任何物业 我也有水有电 对不对 我不能因为请了物业来服务了 我给你交了费了 反而要限制我的民生生活 对不对 他这不应该给你听谁听谁 不是说了两个人是对头 他应该都是一家人一样 比如说物业公司 不能以业主欠缴物业费 而这个对业主的水电 进行任何的限制 这是不符合合同相对性原则的 即便是物业公司 在服务当中存在着一些瑕疵 那么业主可以依据合同 主张物业公司承担物业责任 但是不能以这个 聚缴物业费的方式 那么要求物业公司 承担这种物业责任 2021年10月1号 开始正式实施 郑州市物业管理条例 根据民法典规定 针对物业服务人员明确规定 不得采取停止或者限制 供电供水供热等方式 催缴物业费 另外根据我们新修订的 物业管理条例 也更加明确地指出 物业公司不得采取 限水限电的方式 那么催缴物业费 如果物业公司有类似的行为 第一它要承担物业责任 第二呢这个有关的部门 还可以对物业公司 进行行政上的处罚 此条例也要求 业主有义务缴纳物业费 此外新实施的 物业管理条例中还指出 如果业主对物业服务不满意 也可以通过 成立小区业主委员会 进行更换业主服务公司 成立小区的业主委员会 更换物业的服务公司 这是条合理合法的路 当然了也比较费事 能让小区居民 如此愿意费事去处理 那只能说明 他们呀真的是任无可忍了 这物业公司就不能认真一些吗 非要鱼死网破 灰溜溜的走人吗 好我们来接着往下看 继续来维权 公益的李先生说 买车上保险 说好的八千块 结果实际保单 傻眼了 买了一辆别克营兰车 然后保险上交了八千块钱 实际给我买了三千多 来找他他不卸上 找他一次他跑一次 孩子今年二十一了 他自己来买的 干部人社会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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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交的不明不卖的 你对给我说说话 你最起码的车收起 叫我得清楚 李先生说 上个月他购买了一辆别克汽车 明明交了八千元的保险费 可拿到手的保险单 却只有三千多元 剩下的钱到底去哪了 随后在李先生提供的聊天记录上 我们看到 销售提供的费用清单上 的确显示 保费是八千元左右 带着疑问 我们来到了拱义市水屯车服 这啥就是说他这个保险 交了八千 保险单子给他开了 是三千多万钱 我做那个汽车代购的 一会儿店里边都给我恢复 原因我得为清楚了之后 我跟他同意跟他恢复 您说的汽车代购是什么 就是咱们公司只要有别人有需求的 咱都可以帮助他巡车 买车是这样是吧 他来找你买车 那您在这之前 您应该把所有的东西都应该知道 清晨并不是像您说的 让我们在这等着 让这个4S店来给解释 您要啥都不知道 您怎么给他解释呢 水屯车服务这位工作人员 显然是话里有话 那事实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剩下的保险钱到底去哪了呢 为此我们联系到了 洛河市宏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通过沟通我们了解到 水屯车服务只是一家代购公司 车辆实际是从洛河市宏图汽车 服务有限公司购买的 水屯车服务负责中间的交易环节 包费窄款 窄款的情况呀 我说当次到点那边 点那边会没有给人家说清楚啊 两部分保险嘛 一部分是那个 车身家三召 另外一部分车辆换新服务 你就换新只是一个服务呀 那要强制要买吗 没有强制买呀 如果咱们有个换新服务的话 看是当时有没有告知他们 都会告知的 看那边都会扛入钱子里 能不能找出来 都让他从这里上去 让期望来给人结合 打了一上我电话 最后源头还得到您这 除了要买保险公司的保险 您还要买4S店的一种 车损的一个服务 您作为咱们销售 咱们实际上应该告诉他 他愿意买的话他就买 这他应该是像他有选择性的 咱们消费 咱就要消费的明明白白 在这之前咱有知情权 不是说咱一下就给他 咱给他写上写上保险 另外用词也不到 他本身他就不是保险 明明可以直接去4S店 购买汽车 李先生为何要选择 代购的形式呢 难道这样会更便宜吗 咱为啥去买车 你看他转了几圈 你看看 比到4S店便宜了多少钱 不便宜 那不便宜你为啥要这样买呢 说这样嘛 汉子汉嘛 小汉 就是你给我交了 八千块的包费 我也交到店里边了 店里边牛给他吃这个手续 表示对我也不负责 对你也不负责 有个时间咱俩一会儿 去罗克在店里边 让他给他弄命呗 说事给他解决了 他如何要命啊 命啊 命啊他对我退贴嘛 我跟他交流呢 对不对 他没有单子 他对他给他退贴 就这么简单的事 两个战略 4S店的管理程序 规定进行调查 出事的案 罗郑郁 所有的证据之下 他全是违反着法律法官 在那严重 该出发出发 他如果肯定会 就加了监管理 就去监管理 水屯车服 不仅爱车更爱你 这是水屯车服的slogan 爱不爱车 咱暂且不说 反正是对李先生 没看出来爱 在这还是要提醒大家 买车 最好到正规的 4S店来进行购买 最起码的 这有事儿啊 您可以直接找到4S店 省去了中间 很多的麻烦 河南省职工医院神经外科 不在了不在了不在了我自个儿做饭了 做饭都不能做 拿筷子 拿端那个杯子 手都不行 拿筷子 把碗打得碰碰碰 有时间了把饭两下子就拨得出来 吃不住嘴里面 我们那个邻居 他也就从网上给我看了个 就是你们 就这个医院的 跟我的你们一样的 看他们动过手术的时候 都相过挺好的 我跟儿子说了 儿子他给医院打电话 打电话联系的 来自甘肃的这个王先生 从十来年前 这个手就出现这种抖动 到后来抖得厉害了 端个碗就会抖得非常厉害 来院之后呢 我们经过详细的检查呢 确定它是一个原发性的震颤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将通过一个微创的手术 来给王先生 解决这个多年的困扰 水镜 握住 握住 握住了 好 力气可以 可以 有力量 好好休息 好吗 这样的我看过了 挺好的 您咋样呀 挺舒服的 右手也不懂了 来的时间就是能试试 效果挺好的 右边直接不懂了 特别满意 说是照顾三天 就可以自己下床了 王先生这个手术进行得非常的顺利 在手术中呢 王先生这个手呢 就不抖了 这个手腕转动 非常的灵活 那么患者对这个效果 也是非常的满意 目前王先生 正在进一步的康复之中 河南省职工医院神经外科举办脑病工艺疫症活动 帕金森病三叉神经痛 面积紧轮偏头痛 脑瘫等患者均可报名 知名专家亲者 电话 在这儿呢 也祝王先生能够早日康复 也希望这样的公益活动啊 能够帮助到更多有需要的人 好 节目的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 公共频道林河河南中都皮肤病医院 推出了预见名医大型公益活动 全省征集50名家庭困难的银血病患者 进行公益救助